Hello各位B站的小伙伴们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 我们来烤茶 不是烤茶 是烤茶 其实呢我喝了这么多年的茶 也是刚刚开始接触到烤茶的工具的 我听我的老师说 其实在我国的唐宋时期 人们通常都会用烤茶的这个方式 去喝茶的 到了明清时期 大家才开始就是用水去冲泡 那很多人会觉得喝茶 会觉得胃寒啊胃不舒服 通过烤茶的这道工序 就可以把茶里面的寒气去除 这样大家在喝茶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累不舒服了 那首先呢我们要准备这样的一个小炭炉 还有这种专门用来烤茶的炭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耐干烧的小茶壶 先把炭加进去 现在我所处的环境外面正在下这里 然后我们弄一个小炭炉 无论是跟自己还是跟朋友一起 煮个茶烤个茶 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 这边这个炭呢已经被我拿火腔已经点燃了 然后呢可以拿手试试它的温度 再把这个壶放上去 我们热一下壶 用手感受一下它温度 现在壶已经温了 除了很多就是那种心芽还有绿茶 几乎所有的茶都是可以用来烤着喝的 像普洱啊 生脯 熟脯这些都是可以的 茶叶通过这种方式去烤过之后呢 是可以去除它的寒气 这样喝起来呢对身体会更好 不伤胃 那现在这个壶呢已经渐渐的热了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茶放进去 像我们看到这个小炭炉上面有三个支架的一个架壶用的 那我们这个把手呢要放在这个其中的一个的这个上面 就避免它那个火燃起来之后呢烧到自己的把手 均匀的晃动再颠勺 好 这个方式真的很适合喜欢烹饪的朋友 这个时候呢可以闻一下 它会有一些就是茶的香气被烤出来 而且我有问我的老师那烤茶的过程当中要烤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这个是根据个人的口感的 它从一开始冷的到最后烤焦了的味道 它都是有不同的味道以及不同的层次的 这个就看个人的喜好 它即便是烤焦了之后 它还是很好喝 它会呈现出一种有焦糖味的那种茶的味道 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家里就是自己去实验一下 看看最适合自己的口感是哪一种 让这个火苗慢慢的把茶里面的寒气烤出来 烤完之后呢 这个茶就既不伤胃 而且也不会影响睡眠 好 以我个人的口感呢 我觉得烤到这个程度已经差不多了 那第一泡水呢 就建议大家用开水来快冲快泡 这样可以快速的激发茶一个香气 把五盖盖上 第一泡呢 不需要煮太长的时间 就稍稍过个十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觉得要是年轻人三五好友聚会啊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烤茶喝茶这样也是非常的有情调 第一泡就好办 我在跟老师学习的时候呢 我有问我的老师说 这个需要洗茶吗 这个这个方式 老师说其实因人而异 不洗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第一泡我选择不洗 可以直接喝掉 在这个寒冷的雨天 或者是马上 秋天过了冬天就要来了 在家里摆上这样一个小炭炉 烤烤茶喝喝茶 真的是非常的温和 而且呢我学完之后才发现 这个过程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复杂 就是很简单 稍微烤一下热一下 然后再煮就很好了 所以今天就是真的很想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我们慢慢来啊 看它的热气已经上了 看它的热气已经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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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